大家好,我是老鱼,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有很多网友私信给我 问老鱼,你怎么就讲一些二手的担反啊,镜头啊,这些问题 因为老鱼也是从一个刚入门的新手 一点一点的成长到现在的一个所谓的老手 虽然摄影技术啊,不是那么高超,也不是很精通 但是对于设备和器材还是很了解的 老鱼从刚刚喜欢摄影开始啊 第一步担反就是一步二手的 是宾德的一款叫2000D的一款胶片机 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担反啊,一直到现在 前前后后,胶片的还有数码的这些单反和微单用起来 加在一起,估计小二十款单反能用了 也是用了几天觉得不好,然后再升级,再换一个别的型号 然后就把这旧的又处理给喜欢的摄影 就这样反反复复的折腾 在这个路上也很艰辛,吃了不少的亏,上了不少的当 所以啊,关于二手器材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了解的 我就想把这些知识或者是经验啊,录到视频里 跟所有的摄影 尤其是刚入行不久的小白们 来分享一下 我想这些知识和经验 肯定能帮助到一些人 如果这些摄影的器材 相机,镜头,还有这些配件 如果全买新的话 属实来讲,这不是一般摄影人的条件 能够承受得起呢 那怎么办呢 那退而求其次,咱就买二手的吧 二手的摄影器材就很有性价比了 可以省几百块钱 也可以省几千块钱 差价是比较大的 对于咱们条件不是很好的摄影来讲 选择二手的设备来讲 肯定是更适合的 我在这些二手设备的进进出出当中 确实吃了不少亏 如果你小白的话 既想省钱 还想买到一个很好的设备 这本身来讲就是很不容易 或者说来讲比较矛盾的一个事 随着咱们生活条件的提高 摄影也是降低了门槛 很多人都可以买得起单反 那所以呢 这个二手设备肯定也是很多的 数码的产品淘汰很快 所以这个二手设备也是很多的 咱们在网上看见的 多数是一些二手商 他们经销的一些二手设备 这些二手设备呢 有好有坏 肯定当中有不少的一些翻新的这些机器 二手商也要生存 毕竟也都是在合法的平台 你没有一个鉴别能力 那如果你是一个小白的话 你肯定对这方面的知识 还有经验不足 二手的水吧 也算很深 有时很浑 你也会看不清 汤进来也是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我把我知道的一些东西和一些问题 都分期的录在视频里 有兴趣的小白 可以去翻阅我以前录的视频 今后我也将在这个领域继续的坚持下去 为一些摄影爱好者和小白 分享一些经验 让他们尽量少上一些档 买到自己心仪的设备 如果我的经验的分享 能帮助到您 那将是我最快乐最荣幸的事 今天关于这个话题 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 我是云游的老鱼 喜欢我的观点就关注我一下 让我们一起学习 共同提高 下次见